位在新田山区的文山农场 园区内的樱花步道已经飘散着浓浓浪漫气氛 这里的樱花目前大概开了四五成左右 预计在1月下旬将会大爆发 民众千万不要错过了一年一度难得的美丽景致 想要赏樱花不用到日本 近年来月升北台湾赏樱圣地的文山农场 即将让你瞬间下市来到了日本 位在新田山区的文山农场 园区内的樱花步道已经飘散着浓浓浪漫氛围 这里的樱花大概开了四五成左右 预计在1月下旬将会大爆发 持续到1月底1月下旬 我们的樱花盛开是富士樱 然后因为天气也逐渐的暖和 然后我们的花旗也非常的持续盛开 然后刚好我们的位置又离大台北地区非常近 请各位我们市民朋友不用舟车老顿跑到高山去 在我们近郊新店这里就可以欣赏到 我们非常美丽的富士樱 好天气加上湛蓝的天空 富士樱不管怎么拍都好美 尤其文山农场特别打造了樱花步道 步行期间格外的有情调 也经常吸引情侣前来拍照打卡 文山农场主任王德培表示 除了富士樱 园区还有多种樱花品种将会陆续展放 接下来可能到过年之后我们会持续有八重樱及野樱 我们在文山农场附近周边不同的地点 我们都会持续的盛开 我们希望来这里文山农场游玩的民众 能够欣赏到我们各个时期不同的花矿盛开 文山农场目前的富士樱 还有许多花苞叙事待发 等到花朵起开的时候 相信将会璀璨缤纷 所以民众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年一度的美丽景致 记者成名者们齐新店采访报导